今天早上 我國跟尼加拉瓜終止了外交關係 斷交的決定 涉及到複雜的國際政治以及兩岸的情勢 我要告訴國人同胞 臺灣的民主越成功 國際的支持越強 來自威權陣營的壓力也會越大 但是 我們都堅信 無論是外交施壓 或者是文攻武嚇 都不會改變我們堅持民主自由 堅持走向世界 堅持參與國際民主社群的決心和努力 中國是唯一國民主義的國際民主義 是唯一國公司的國際民主義 在全國的中國和台灣 是一個無敵的國際民主義的國際民主義 中國的國際民主義 從今天 中國的共和台灣的關係 禁止任何聯絡或公關聯絡 與其遺憾 為了維護國家的主權跟尊嚴 我國決定也從今天12月10號開始 終止與尼加拉瓜共和國的外交關係 我們會全面停止雙邊合作計畫 以及相關的援助計畫 撤離我們大使館以及技術團的人員 台灣一向是尼加拉瓜共和國 忠實可靠的朋友 我們長期與尼加拉瓜共同推動 各項有利於民生的合作計畫 我們協助尼加拉瓜的國家整體的發展 台灣的成果跟貢獻各界有目共睹 但是很疑愛 奧德加總統他所領導的政府 罔顧台灣跟尼加拉瓜兩國人民 多年休期與共的情誼 對此我國政府感到十分的遺憾 台灣我們作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 我們有權利與其他國家交流 發展外交關係 我國政府我們會持續推動踏實外交 來拓展我國的國際生存空間 並且我們會致力維護區域的穩定跟和平 來爭取我國應有的國際地位 維護我國的國家利益 與人民的福祉 謝謝 大紀元時報遍佈全球 不受財團 政黨影響 真實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國際局勢 兩岸議題 或者想要欲角於樂 豐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紀元時報 訂報專線 0800-566-688 0800-566-688 enson 您おい 至於是 也屬於 實際上 您毯 除暴歸 會 有 一